7月16日,据世界泳帘,在福岗2023世界泳帘锦标赛女双十米台跳水预赛中, 陈玉希全宫船组合以365.40分位列第一,领先第二名美国组合71.28分, 成功晋级今年17点开始的决赛,陈玉希太强了。 在世锦赛女子双人十米台预赛中,两人获得365.40分, 以第一的成绩晋级决赛,领先第二名美国组合71.28分, 两人的统治力有多强?光第二条,11个裁判里有7个给出了10分, 或许对于他俩来说,冠军早就没悬念。 在日本福岗进行的2023年游泳试锦赛,开始跳水大象女子双人十米台预赛争夺, 上届冠军、中国组合陈玉希全红蝉组合发挥正常, 以365.40分的超高分获得预赛第一,轻松进入决赛。 今天下午5点,将开始决赛争夺。 第一个动作201B,中国组合得到56.40分, 有两位裁判打出10分。 第二个动作301B,中国组合比出很好效果, 7位裁判打出10分,该动作得分58.80分, 已经相当接近于满分60分。 第三个动作107B,成全组合跳出77.40分, 三跳合计192.60分, 领先排名第二的美国组合施内尔·帕拉托30分左右。 第四个动作,难度系数3.2的407C, 又是近乎天衣无缝的演绎, 这跳拿到87.36分, 总分已经来到了279.96分。 这轮过后, 排名第二的换成英国组合斯·潘多里尼·托尔森组合, 双方差距52分。 第五个动作5253B, 难度系数依然是3.2。 成全组合以85.44分,顺利收场, 总分达到了365.40分。 施内尔·帕拉托294.12分, 排名第二。 斯坦多里尼·托尔森以293.2分, 排名第三。 差距达到了70分以上。